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 27号 自治区党委书记马兴瑞在乌鲁木齐市调研时强调 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 竭尽全力把新疆的事情办好 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 自治区代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一同调研 在天山区顾原项社区 马兴瑞走进一站式服务大厅 同基层干部和各族群众交谈 强调要积极主动顺应群众期盼 加强数字政府建设 积极发展互联网加政务服务 让数据跑路代替群众跑腿 把社区工作做到位 做到家 马兴瑞详细询问了社区党员教育管理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 群众生活水平 困难群体帮扶等情况 并走进社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 倾听群众心声 马兴瑞说 要以助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见 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 不断巩固各民族大团结 促进各民族交往 交流 交融 像十六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要落实惠民政策 推出养老 医保等服务便民措施 不断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马兴瑞来到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 头屯河区政务服务中心进行参观 深入了解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 区域经济发展 产业布局 和辖区企业生产经营情况 他说 要积极服务和融入一带一路 以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为驱动 结合新疆实际 因地质疑优化产业布局 提升产业链 供应链 现代化水平 要深化放管服改革 推进减税降费 营造良好的市场化 法治化 国际化营商环境 促进人流 物流 资金流 信息流 便利流通 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推动项目落地见效 落实落细支持企业政策措施 持续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和发展动力 推动企业做强做大 乌鲁木齐市北园春市场内 熙熙攘攘 一片繁忙 马兴瑞走进蔬菜 干果 特色产品店铺 问产品种类 销售价格 商户收入 市场环境 他说 要切实把人民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 全面落实菜篮子 米袋子 果盘子责任 加强物资调配和市场供应 统筹安排好两节期间 煤电油气运保障供应 做好粮油 肉蛋奶 果蔬等保供稳价 在新疆国际大巴扎 马兴瑞听取了景区运营情况介绍 他说 要大力实施文化润槍工程 和旅游新疆战略 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 要加强需求策管理 提升消费层次 促进消费繁荣 马兴瑞强调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统筹发展和安全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完成准确全面贯彻 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 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 依法治疆 团结稳疆 文化润疆 富民新疆 长期建疆 扎实做好 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疆各项工作 要在依法治疆上下更大功夫 聚焦新疆工作总目标 高举社会主义法治旗帜 弘扬法治精神 把依法治国的要求 落实到新疆工作各个领域 全面形成党委领导 政府负责社会协同 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 打造共建 共治 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保持社会大局持续稳定 长期稳定 要以人民为中心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立足新发展阶段 坚持高质量发展 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 把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区位优势 与国家向西开放的总体布局结合起来 创新开放型经济体制 培育壮大新疆特色优势产业 扎实办好就业 安居 医疗等民生实事 坚决守住生态保护红线 在推动共同富裕上持续发力 让各族群众的生活一年更比一年好 要坚持求真务实抓落实 一切从实际出发 坚持问题导向 敢于直面问题 历届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查实情 办实事 求实效 带头攻坚克难 啃硬骨头 以实际行动为党分忧 为国尽责 为民奉献 自治区领导李毅飞 何忠友 陈伟俊 王明山 杨发森 哈丹卡滨 陈明国等参加调研